我知道你们都在期待什么 高通的第二代骁龙8来了 去年的第一代骁龙8 众所周知受三星工艺的影响 功耗上是比较放飞自我 不过在高通换了8PLUS的台阶电工艺之后 终于算是走上正轨了 表现还不错 那么这次的第二代骁龙8 会不会再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呢 我预告一下 会的 这次我们受高通的邀请 跑到海南三亚来参加了骁龙峰会 我还想着忙活的大半年 正好能歇一些白吃白喝度个假 结果这三天下来全在干活了 测这个机器是忙了个半死 好在我们确实测到了不少有用的数据 也算没有白来这一套 那我们首先就来看一下 第二代骁龙8在架构层面上究竟有些什么变化吧 这次的第二代骁龙8 在CPU方面其实变化非常的大 近几年我们的CPU大多是1加3加4的三重级的设计 一个大核三个中核配四个小核 而骁龙8二代是一反常态 搞了一个1加2加2加3的设计 大核升级到了Cortex X3 而中核则是由两颗A715和两颗A710组合而成的 最后再配上三颗A510的小核 这样的设计真的是前无古人了 把一颗小核换成中核之后 应该说性能上肯定会有不小的提升 但是功耗方面能不能控制住呢? 这个就有待后面的评测了 另外这个混用A715和A710也是让人没想到的 A710这个东西我感觉可以不用留啊 不过高通应该是为了不牺牲少数几个32位应用的体验吧 缓存方面第二代骁龙8终于是把三级缓存从上一代的6Mbps加到8Mbps 同时这代支持的内存也一样升级到了LPDDR5X的4266Mbps频率 也就是8533Mbps的速率 三环和内存都是和隔壁的9200一个规格了 GPU方面的变化也是非常之大的 高通这次的GPU升级到了A740 这个GPU有意思了 因为它相比8Plus上的730规模是大幅增加了 同时频率却大幅降低了 只有680Mbps的GPU频率 这种大规模低频的设计往往是有助于能效的 所以我也很期待这次GPU的表现能不能干得过发哥啊 与此同时新的Arigino GPU也加入了对光追的支持 我个人是觉得移动端的光追距离我们在实际游戏中落地还比较遥远 现在的第一批硬件光追主要还是负责曝露的 不过这次我们在展会现场也看到了一些实际演示 表现比我想的要好 待会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CPU和GPU以外 AI的部分似乎是这次骁龙8二代的重中之中 这次新的AI引擎首先是把张量单元的尺寸扩张了一倍 提升了算力 其次是增加了单独的供电系统 因为以前的AI单元要和CPU和GPU走同一路供电 会有能效方面的损耗 专用供电的话就可以在不唤醒其他部分的情况下使用AI单元了 对于低功耗场景会有帮助 另外新的AI还支持了Int4运算 进一步提高了效率 除此之外这次还加入了微切片推理 等于是可以把AI计算所用的数据细分化 这样数据就可以尽量走缓存 而不用一直去访问外部内存了 包括现在的AI单元也可以直接访问GPU 访问ISP 传感器中枢等其他部分也不用频繁去走内存 这些也都可以提高效率降低功耗 高通表示这次的AI能效提升了60% 传感器中枢本身也提高了算力 可以在更多的场景让手机感知到周围了 比如高通演示了一个偷窥报警的功能 只要你身后有人偷看你的手机它就会报警 新的ISP有了AI加持之后也强纳了很多 高通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认知ISP 它是首次可以从时间维度上去分析影像中的上下文语意 三个ISP可以分别对眉睁画面做八层语意分割 加上时间维度之后就可以实现一些神奇的效果了 现场也给我们做了一些演示 比如这个实时的视频抠像 把背景中的光斑可以换成爱心、菱形形状 包括可以实时更换人的肤色 它甚至可以把我的口罩排除在更换的遮罩之外 高通还给我们演示了一个认知计算的场景 是你可以通过输入关键字 在相册里面直接搜索某个元素 它就可以把所有包含这个元素的视频给你挑出来 并且可以精确定位到出现这个元素的视频中的位置 这个应该是我在安卓平台上第一次看到 类似于视频归类的功能 另外配合DTOF镜头 现在的高通平台也可以实现导演模式了 我一转头 对焦就会对到我的后面去了 这些基于AI的功能还挺有意思的 可以说这次高通在AI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有不少设计都是高通的第一次 但是很可惜就是我们觉得目前并没有一个很客观的跨平台跑分 可以去反映真实的AI能力 所以这一块我们还是期待最终落地应用的效果吧 介绍了这么多参数 感觉也差不多了 是时候来看看我们的实际性能和功耗了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CPU的表现 先跑一下JIG BENCH 你猜猜看高通这次能不能打得过发哥以及苹果的A15和A16呢? 结果还挺有意思的 骁龙8二代跑出了单核1493分 多核5239分的成绩 单核虽然仍然没有赶上A14 但是比同样使用X3核心的发哥高了不少 而多核的成绩就非常惊艳了 5200多分已经是超过A15的水平了 不得不说这次多了个中核 确实对于跑分帮助还是挺大的 但是你们也都知道 跑分跑得再高没用 只要一测功耗 什么牛鬼蛇神都会圆形毕露 对吧? 那么这个骁龙8二代的功耗表现如何呢? 确实这个功耗是很高的 跑到5200多分的代价就是接近12瓦的主板功耗 但是要说它的能效差也不见得 因为它这个峰值性能确实很高 放在我们的坐标轴里 它的峰值能效甚至可以跟A15还挺接近的 不过因为这次没有提供低频档位给我们测试 所以说它的日常能效 整个曲线的具体位置目前还是一个位置数 只能等到零售机ROOT之后再来测了 单核这边高通的X3 峰值性能比发哥强的同时 功耗也要略高一点 大概是4W出头的样子吧 这个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毕竟高通的频率定的要比发哥更高嘛 这次评测里面还有一个全新的CPU分析项目 就是SPAC 2017 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 我们已经几乎把完整的SPAC测试搬到了安卓平台 包括整数和浮点 只有一项521的浮点测试没有编译成功 其他的包括C、C++、Fortran的测试我们都可以测 有了SPAC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每一种核心做更加具体更加准确的分析了 这一期骁龙8的二代就是我们第一次 实践手机端的SPAC 2017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大盒的情况吧 高通这颗Cortex X3的整数成绩可以跑到6.52 相比8Plus上的Cortex X2有14%的提升 这个进步幅度还是蛮大的 浮点方面这颗X3大盒跑出了10.48 大概是比上一代强了8%左右吧 这个就没有整数的进步那么大了 综合看下来ARM官方宣称的11%的IPC提升并没有什么问题 这颗X3确实有这么多的性能提升 但是这其中的一部分是拿功耗换来的 整数和浮点的功耗 骁龙8二代的X3都要显著的高于8Plus上的X2 不过好在从最后的坐标轴上看 X3的能效应该是没有开倒车的 整数曲线的位置可能会略优于X2 而浮点部分两者看起来还挺接近的 具体的中一屏曲线 我们就只能等到零售机上再来哗啦 这里也给大家展示一下SPEC具体指向的一些得分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暂停查看 X3大盒性能提升的同时功耗也提升了 感觉从能效上讲只能算是一般般 但是中和A715的表现就挺不错的了 如果你只看性能你会感觉这个A715好像提升并不算很大 在频率比8Plus上的A710略高的情况下 浮点和整数的性能都只提升了1%-2%的样子 几乎就是没有什么提升 但是功耗上明显要低了很多 A715的整数功耗从1.74W降到了1.62W 浮点功耗更是从2.41W爆降至2.17W 应该说ARM这次果然是沉不起我 这32位真是没百侃 如果我们放到能效坐标轴上看 上一代A710的整数能效仅仅是和A718差不多的水平 这一代的A715终于是有一些进步了 而浮点部分就更加明显了 A710的浮点能效相比A718甚至是严重开倒车的 而新的A715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综合能效上讲 A715总算是可以全面超过A718了 可喜可贺 这第二代骁龙8的CPU能效谈不上什么飞跃吧 但至少也是步入正轨了 而接下来的这个GPU部分 嘿嘿 高通就准备好颠覆你的三观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GPU的性能 Aztec Ruins的1440P测试 骁龙8二代上的这颗Azreno 740可以跑到65帧以上 性能已经非常强了 也远远超过了A16和A15 但Zenite发哥的天机9200实在是太猛了 这次高通以一帧之差稀败 不过没关系 我前面就说了 这次的高通GPU走的是大规模低频的路线 所以真正的惊喜 要看能效啊 你知道这骁龙8二代跑到65帧 只要多少瓦功耗吗? 8.1瓦 8.1瓦 来 我们看一下能效曲线 哇 你看看高通这个能效的点的位置 这是造出了外星科技了 从8PLUS到骁龙8二代的GPU能效提升幅度之大 甚至是不逊于从A14到A16的提升 这太强了 和高通一比 发哥都显得如此的弱不禁风了 考虑到这么强的一颗GPU 才仅仅跑到了680MHz的频率 我觉得这颗Adreno740的堆料程度可能并不比M2的GPU 或者680M这些大家伙要来的少了 如果能把频率提上去 可能会非常有看透 所以我现在就有点期待高通下一代的PC平台的GPU 搞不好会很有竞争力 与此同时 我也很想知道这颗GPU低频点上的能效表现 毕竟手机端使用GPU的话 大多还是用中低频 这就只能等到零售机上再来测了 我也简单的用3DMark Wild Life Extreme的压力测试 看了一下这台工程机的GPU稳定性 峰值3780分的成绩还不错 但是调教上讲并不算很高 最后的稳定性是落在了75% 不过考虑到这个GPU的峰值功耗也就8W出头的样子吧 其实还是挺好压的 量产机稍微堆点散热 这个稳定性应该不会太难看 本来我还想看一下原神在这个上面的表现 但是这次的现场并没有提供展示 所以这个就等到零售机上再来测吧 不过现场倒是给了一些光追的demo 给我们来看看实际的演示 比如说高通自己做的demo是以720P为目标的 感觉看上去有一点糊吧 但是确实是真的光追 不是在放视频 因为机身确实是比较热的 这个我是能感受的 所有展示的demo里面 我觉得效果最好的是溺水寒的这个光追demo 这个定的是900P的目标分辨率 明显要清晰很多 而且光追的效果也挺明显的 感觉这个反射确实有那味儿了 画面做的还是非常精致的 挺不错的 当然 我觉得大家需要意识到的一点是 这些demo因为没有互动性的关系 摄像机都是固定路径 所以场景都可以做得很小 相当于是可以定向做很多优化 这个就跟跑分软件一样 你看这个3DMark的画面不是也挺好的吗 对吧 实际露出到游戏里面 尤其是开放世界的场景 你可能画质远远做不到这个程度 但是不管怎么说 反正先把这个路给铺起来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毛病啊 另外展会上面还有一个OPPO做的demo 居然是可以显示性能指标了 那我正好就可以对比一下开关光追的性能开销 不开的时候这个demo可以跑到145帧 开了光追之后果然帧数腰斩 直接掉到了60帧以下了 光追的性能开销还是非常大的 但有一说一 其实PC游戏开光追的性能也是一样会暴跌的 这也算是在意料之中了吧 总而来说 这次第二代的骁龙8还算是给了我们不少惊喜的 CPU能效上可能离苹果还有差距 但是GPU是真的是完完全全干翻苹果了 还拉开了不小距离了 没想到A15这个外星GPU才当了一年多 就让高通接过这些称号了 放在一年前888那会儿 你能想象到吗? 哎? 现在高通要想解决的就是CPU上的差距了 好在这次发布会上 之前收购的Nuvia团队也是开花结果 高通预告了预计2023年推出的自研CPU内核的Oreal处理器 届时高通能不能在移动端甚至PC端闯出一片天地来呢? 我们就期待一下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次第二代骁龙8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的悬念我们就留在零售机上再来揭晓 好 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也别忘了来我们的淘宝店 极客观的店看看各种周边 比如这一件非常炫酷的长袖 你可以买些东西支持我们一下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